Hello 我叫ShayShayBuzz Living Pan 你在看的是Toys TV 我們很開心 今天班人獎後 我們可以邀請到得獎者和女朋友和老婆一起來 很特別 其實是對的 玩具應該是一班人一起玩 為何會參與呢 因為老公去玩 所以你覺得算了 免得加重屋幣支持一下 對 我來撐場 對 我來撐場 我沒有玩 你不知道為何他今天會坐在那裡 我知道 我知道 他做完之後又叫我砌一次 他說我也會砌的話 你們就會看得懂 這是讚你的話還是彈你的話 我覺得他彈我 哦 我砌的是三合一 三合一 我有一個說明書 我打算是給你們即場砌 才會知道我的作品是怎樣 如果他都砌得明白 因為他沒有玩過任何東西 他都砌得明白 應該我的說明書是可以的 其實我都沒有所謂的 他用自己的錢 自己的興趣 他喜歡就可以了 你自己說吧 我沒有中用你 總之用自己的錢 就可以了 都是的 你在這方面要財政獨立 在這方面 沒有影響家用 所有其他東西 就OK的 不是 OK 有一個就是玩玩具 我認識了這麼多 這麼多年來 認識了這麼多玩玩具的朋友 我沒有認識過一個 因為玩玩玩具 聊家當產的 你可以放心 通常都是就著來玩 最多是 老婆今天不如我們吃便宜一點 行不行 可能最多是這樣 就未知去到 我們這個月沒有錢交租 又未知去到這樣 所以你可以放心 其實今天也是一個Diacon的比賽 有這麼多個參賽 都玩了Diacon一段時間 剛才都問過 有些可能是年資比較短 可能一年 有些真的是五年 但暫時我都是 應該和Walker同輩 四十年玩了 骨灰級 比較久一點 反而Reboot之後 現在都出了 我們目測的已經有101號 然後你剛才說 有些網上留言 我們不計算 網上留言 那一隻不說得住 都是留言 不要說 因為那一隻 大家炒到上天 找不到那一隻 如果有這麼多隻 101隻裡面 你們最喜歡哪一隻 當然Robot Base 95和100 夠大隻又震撼 又多機關 又多玩 如果兩隻 兩隻只能買一隻 你會買上半身還是下半身 兩隻只能買一隻 嗯 不知道 還沒玩過100 那也是 是啊 現在也是看片 是啊 我想 65 65 65 是啊 是啊 就是 柯柏文 是啊 沒錯 因為 其實是 其實是 reboot之後 它是有幾個時期 是特別 即是開始多人入坑的 嗯 繼上一次95 令到很多人入坑之後 再之前 其實就是65 嗯 是的 那就是因為 可能那些人 柯柏文情義結 是 一有柯柏文買的 那些 那些 令到他們開始 進入這個大陸的世界 我懷疑你是接近高層人士 你跟我講的資訊 和代理講的很接近 都是65 和95 是啊 很多人入坑 是啊 所以你終於明白 你65才入坑 我不是 是啊 我第一隻是14 14 是啊 如果你是65才入坑 你就會明白那些 後追的痛苦 是啊 後追很痛苦 真的不要後追 哈哈 我最喜歡的是 Battle Buffalo 即是那隻 波波頭 27 是不是27 29 29 我純粹喜歡它的波波頭 還有它也是三合一 然後 我最喜歡駕駛艙移上去 那些位置可以玩 你喜歡三合一 所以你自己的參考作品也是三合一 是啊 還有波波頭 因為我的作品也是波波頭 但是你不是用那個 你是用另一個 我用另一個駕駛艙 新版那個 那個就變不了機械人 是啊 不過你們剛才說 後追的問題 我就是那個人 後追的問題 我是94才入坑 是啊 然後一直 很糟糕 是啊 這次才入 怎麼辦 所以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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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沒有的 想要但是不行 太貴 是啊 所以希望 快點換飾 或者快點出多些 再版 或者怎麼樣 你這個思維模式 就像香港人買了樓一樣 是啊 我自己住了一層樓 舊了 但是我希望它繼續升值 那又怎麼樣 建多一些樓 建多一些樓 希望舊一些跌 但是買了舊樓 就希望你說的話不要成真 是啊 這個很難搞 是啊 希望也是那一句 人人有屋住 每個人玩Diacron 沒錯 沒錯 1001號去到 最喜歡 We Shadow 我怕聞 因為我沒有 因為我很遲入坑 65 對 我是去年才玩 我第一隻玩是 TM 就是黑色那隻 就是第一隻 之後就死了 然後就最最最最最最最 舊的都追不到 是新的那些就開始買回 現在 譬如說65 是 91 又或者它只出過貨櫃箱 都出過一次 是啊 那個的貨櫃 就已經 你都幾難找得到 都難 貴 我記得當年 剛剛出的時候 就 三百多元 一盒 那時候我都嫌貴 現在 現在都找不到 現在都不是一個 不是說你有沒有錢的問題 是市場上已經沒有了 那一件事 你拿來玩 自己玩 不會說 是 它本身是 有什麼東西 它沒有前後 是 因為那塊東西 本身是 它連前後蓋都沒有 是 它純粹是一個 一塊中間 是 所以其實你單買一塊東西 可以就無所用 是 所以 變成 它 和DA的號碼都沒有 是的 所以 就是 有什麼情況出現 你不會找到 很難找到 日本也很難 不過現在隨著 到今天 你的最新資訊 有些復刻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不同的消息 某一些 我們很想擁有 是 但市場上已經 變成一個神話 沒有 天花板 天花板 它可以轉一點 會不會再出呢 是的 其實我相信也有機會 我相信 換色 換色再出新 這樣最好 是的 是的 鑽色為什麼會好呢 你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鑽色會好呢 鑽色 鑽多一些不同的顏色 就可以配合不同的東西 可以繼續玩 嗯 如果我當 有些可能只有白色 有些可能只有紅藍色 沒有黑色 可能出多一些黑色 又可以配合一些黑色機體 又可以組裝一些不同的玩法 不過這個很有趣 如果你說的顏色 可能很多 如果你在一些 日本的Twitter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朋友們 是專門操一隻色 不是他操了黑色 只是操黑色 不如德哥 喜歡宇宙海兵隊的綠色 只是操綠色 這也是一種玩法 是 喜歡淨色 我喜歡彩虹 什麼都要 五彩虹色 全部都要 哈哈哈哈 所以揚揚色 都要在我家裡 是 我現在都在追 他一出身 我現在都開始 總之一出便追 是 雖然說了這麼多 關於資訊上的事情 都要講講比賽上 少少 講幾句 首先多謝各位參與 不過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玩Diacron裡面的東西 Diacron 其實 如果你將它 我們叫做Mix and Match 將不同的號碼 放在一起玩 其實很好玩 但留意一件事 就是 有些參賽作品 他真的做得很漂亮 很華麗 但是 真是鬆 譬如他將一些 混合在一起 陷入 但是有一件事 要計算一下 究竟他每一個 那些筍位 或者關節的 乘重能力 有多強 如果你 為了華麗 而將它 砌到很多 而本身 他那個關節 或者那個筍位 根本是沒有辦法 負得這麼重的話 其實他就倒了 所以 這個你一拿上手 好像我們當日 一拿上手 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將它復原 因為就是 可能在這方面 可能在家裡砌的時候 說 放在這裡會很漂亮 但是當你真的要 將它變成一件 展示品的時候 我覺得兩個可能性 一 你就要想想 怎樣令到他可以 承受到這個重量 二 你不如放棄那個關節 我們叫做什麼 癡死他 但是當然 我不是很鼓勵這件事 因為你沒有了 玩Dyakon的精髓 無形很多人 就是會放棄了那個關節 癡死他 剪了它 疲了它 但是Dyakon就是 希望你可以 所以 就應該回到第一件事 就是盡量 不如試一下 要計一計數 就是 令到他那些關節 那些筍位 真的可以 背得起這麼重 用這個方向去想 所以譬如說 冠軍那個 他比較 拿上手 我仍然 就是建在的 那件物品 有一個很大件 好像在動漫節 我們都有展示出來的 但是那件 可能做一個展示品 他會很漂亮 大家看到很搶手 很漂亮 但是 當你動動他 可能你就會 要花很大的力氣 這個可以大家 來界希望都看到你們 來界的時候 希望可以在這方面 再落多一些心思 這個可能 現在就後悔 為什麼 除了買得這麼少之外 就是 為什麼年輕的時候 不讀好一些數學 計算一計算 理學 為什麼不可以 承受到這個重量 這個一定解決到 因為其實你看 玩家群都知道 裡面其實有很多 是數學東西 很多是數學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挺抑制的 謝謝 先恭喜大家 我們一起吃東西 你會看 TOYS T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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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